卓中泰跟賴清德的畫面 他們都穿了一個很類似的紫色領帶 這就表示說總統跟院長 接下來的一個溝通跟合作 會是非常良好 因為賴清德有說那個紫色領帶 他有解釋過是他幸運色 那卓中泰為什麼特別要去 用一個很相似的一個穿著 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那就表示說卓中泰 他跟總統之間的溝通跟合作 會變得非常的強 而且剛剛大家有其他一個重點 卓中泰大家私以下也都有 聊過天也都認識 他是一個很難被激怒的人 你特別要找他吵下來 都是吵不起來 他要生氣 他會生氣 但是他生氣都是回到辦公室 他自己生悶氣 對 所以其實這樣的 但是他有時候會跟我講 但是他的原則是踩得很低 他不會在公共場合 把那個脾氣表現出來 因為現在考慮到國民黨 有些立委就是會找架吵 那種戰狼式的 沒事就要找一個鐵人去打 所以卓中泰作為院長的話 我覺得對於鎮壓國民黨 這些戰狼型的這個立委 會不錯效果 我覺得國民黨可能會想辦法要激怒他 要看看他會不會生氣 事實上當然每一個人都會生氣 哪有不生氣的 只不過他生氣 他都回到辦公室在生悶氣 他在當兵宿長的時候是這樣子 因為我發現我們常常要聯繫 所以我跟他還有奈慶德 我們常常辦公室在討論一些事情 他會生悶氣 其實他以前在黨部的時候 因為很早很早以前 他還當過社會部主任 是是是 當過他當過好幾個職務隊 然後他在帶黨工的時候 政策會執行長 他在帶黨工的時候 其實黨工跟他的這個關係 也都非常好 他在基層很客氣 對然後黨工其實幫他取了個外號 叫酌蘋果 不曉得大家還記得 他有個以前有個錯號叫做酌蘋果 對 Apple Apple 他的臉圓圓的 然後那大家又覺得說 有些有些黨的這個事物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所以那個我想他的那個外號 其實也代表他個性的這一部分 另外呢 當民進黨 就是剛才傑明有提到的 就2018 2019年的那個時候 其實他在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的時候 他有曾經說過一句話 朋友越多越好 把老朋友一個一個找回民進黨 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個性的一個展現 所以未來他在這個立法院裡面 我覺得他不會去跟這個國民黨的委員來互尬 不過我是我覺得國民黨委員 可能會想盡辦法激怒他 對 當然老的那一些資深的 因為跟他非常熟 也知道不必這樣 就像奈斯堡就講了 個性都溫和 但是新的這些新科的立委 很衝的 可能會想盡辦法要激怒他 我是覺得有這個可能